侯友宜現在就是亂了 我們大家都在預測 他如果那個民調如果爬不上去下來 他會亂掉 他現在確實亂掉 你看現在跳出一個 他們在台北市算很強的 小心 他就說瘋狂攻擊 侯友宜現在確實在做 可是問題是 我為什麼說他亂掉 美美剛講 確實那是在2019他自己講過的 治安不好 市長是下台 我現在懷疑就是說 侯友宜現在他講過 要講出來每一句話 是不是他自己想講的 他有沒有內話 或者說旁邊他的幕僚 叫他講什麼 我們等一下這句 你說那個治安不好 市長要下台 市長你說這句就好 侯友宜真的說出來 現在不是 現在2023年 他算沒想到 2019年公審 他現在想到就是說 在那裡不好 中央哪 你看中央源頭沒有管理好 因為我剛好是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所以我今天特別去請教了 高雄市警察局 高雄市警察局說 不要跟他說這樣 如果今天要比 四月到五月 我們高雄市 那個請案 我們零 新北市 那八驢裡面 九十千 他說如果要說 比較持平 比較公道 全台灣各地的警察 其實都非常辛苦 也不是用幾槍來算 所以高雄市的警察局長 台南市的警察局長 會投給侯友宜嗎 侯友宜跟他們兩個說 跟他們兩個這樣拔下去 所以說這個 侯友宜說這個不意思 為什麼 侯友宜得罪了高雄 台南所有的警察 所以高雄跟台南 他們會認為說 刑案不是這樣算的 不是算幾槍 他見 可能 他現在都在比台南 說 八十八千 他不是說那叫做一槍 好 你要用幾槍的 我們就開始比你新北市 你也沒有比兩槍 你現在已經九十千了 比人家兩千了 我們也比槍 他說比槍的 他說 啊如果這樣 誰在黑白開開開開開 我們走過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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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層的原因 就很討厭 就是說 這個當過署長的人 不要這樣講話 你意思是真的眼睛說瞎話 本來就真的眼睛說瞎話 你不應該是用幾槍來算 因為國民黨當初在發動攻擊 你都是在講那個 台南的八十八槍嘛 八十八槍 所以你怎麼是 八十八槍是一箭 一箭嘛 治安怎麼是用幾槍 那時候問題來了 馬上打到你自己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你何友宜 你現在亂掉了之後 大家跟你說什麼 像現在大家討論說要死掉 何友宜怎麼要賣 何友宜本來他最大在 國民黨的利基 國民黨為什麼立法院黨團 裡面那麼挺他 理由其實很簡單 我也跟你說 我告訴你何友宜 看他口齋跟其他的好選人 沒什麼會比 跟你們主理論也不會比 高度也不會比 他說沒有 核英也不會比 他說不是 經驗也不會比 他說不可以這樣算 那新北市 那樣怎麼大 那新北市 那人 陰死人 講一句去 那選票多少 你知道嗎 就是四百萬人 但重點就是說 你現在民調做出來 當新北市 你都沒有利基的時候 欸 國民黨裡面會認為說 當初要聽你 是因為說你新北市 當初一定是最厲害的 結果你連新北市 你現在就輸以後 這是他的力道 真的是會越來越弱 所以他會不會亂掉 他真的會亂掉 那旁邊跟他講的 瘋狂去攻擊喔 你做你瘋狂攻擊喔 那馬上流彈都彈回來 都打到他自己了